夏天的晚上 高温褪去 滑灯点亮 骑着自行车在城市穿梭 能够享受骑行的乐趣 眼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夜骑的队伍当中 来来来 咱们大家集合一下啊 集合一下 晚上常见人非常多 在明天要注意安全 好吧 好 明天集合愉快 临近晚上七点 在北京市朝阳区 二十多位参加夜骑活动的爱好者已经集结 经过建国门 天安门等多个北京地标式建筑 随着骑行队的一路向西 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 我今天呢 是作为夜骑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来体验这个夏天最火热的运动之一 其实啊 我之前也经常的骑单车 但是呢 像这样穿着一身专业的行头 跟着大家一块儿骑 这还是第一次 所以是又紧张又兴奋 那可以看到 其实我已经远远的赶不上大家的脚步了 我们今天的骑行路线呢 是从西大望路 一直骑行到复兴门彩虹桥 全长呢 是13公里 骑行至复兴门 车队放缓了前进的速度 不少骑友靠边停了车 拿出手机拍照打卡 我骑行有三年了 发现长安街上的伙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然后也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好的机会 灯光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北京的这个景色 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吧 骑友们告诉记者 今年夏天 在北京 夜骑人数比往年增加了不少 随着夜骑队伍不断壮大 专用于城市骑行的公路自行车也销量大增 选的也是一个入门级的车子和一些装备嘛 其实下来的话差不多八千多九千 对 其实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车值是一部分 衣服 头盔 锁鞋 更多的是出去玩啊 以自行车为载体的这样的消费 记者看到 在这家店里 一辆公路自行车售价从五千元到十万元不等 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于需求猛增 目前在北京等多个城市 公路自行车货源紧缺 一些热门型号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 这一款呢就基本上是我们一个销量比较大的一个产品 大概价格在一万五左右 一个尺寸的话大概都二三十辆的在排队了 原来的话单月应该做到一百五十万左右 那上个月我们做到了三百万将近